海拔7000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3000多米的二朗山隔阂对峙 大渡河在骑风险山切出的深湖中冲出 犹如脱缸的野马奔腾咆哮 大渡河经卢定的河段谷成卢水 自古以来就是川康耀道声天茜 在漫长的历史中 卢定桥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虎子的交通烟喉 是中华边陲民族和睦国家统一的安定桥 更以飞夺卢定角的伟大壮举而名扬中外 1863年5月太平天国名将既往十大开 率步到达安顺场 因无法渡河陷入绝境 最终全军覆没于大渡河边 72年后的5月 我军在巧渡击沙江之后 同样的时间抵达了同样的地点 安顺场 别看四度吃水老蒋的追剿大军 被李德胜声东击西满天过海甩在了身后 但战争的主动权仍在老蒋手里 老蒋发出狂言 要让我军做十打开第二 在给各路将领的电报中写道 大渡河是太平天国 十打开大株覆灭之地 其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书勋 翻译下就是 这段剧情我很熟 之前已经有人演过了 演得非常好 现在大家已经按照剧本这么演 争取早点演完大结局 演得好还有盒饭吃 在我军前面 除了大和天险 还有川西王刘文辉 在我军后面 薛约的十万追兵 数日之内就可赶到安顺场 再不过河 我军就算是不想当十打开 也不行 由于老蒋下令 兼蔽清野 我军在把安顺场 北岸渡口夺下来之后 只有几条船可以过河 哪怕人歇船不歇 全军过河 也要一个多月 危机关头 李德胜果断决定 全军迅速北上 夺取卢锦桥 并把部队分成两路 左右两路夹合而上 林总指挥我军主力为 左纵队必须在三天之内 从安顺场集行军 160公里 直取卢敦桥 刘帅和聂帅 指挥红医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 必须在两天半之内 在安顺场渡河 奔袭卢敦桥 协助左纵队过河 李德胜多次向全军强调 时间的重要性 并对右纵队的刘帅说 如果不能会合 你们自己去四川搞出一个局面来 可见当时真的很难 生死存亡之际 左纵队的先前队是红24团 他们第一天完成了40多公里的行军任务 还打破了川军一个营 第二天早上5点 刚出发不久 就接到了林总的命令 要他们明天早上6点之前抵达五顿桥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一天的时间 要跑完剩下的120公里 这在世界局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 不容一分一秒的质疑 所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强行军开始了 林总为什么会下到这个命令 原来老蒋知道我军要走卢定桥之后 要求刘文辉立即带领全军赶往卢定 并且把卢定桥给炸毁 但是川军接下来操作成了一个大型工程转包 实操在线 刘文辉二次转包只派了一个旅 命令这个旅回防卢定 并且撤掉桥板 一口气打了三折 旅长袁国瑞三次转包 派了一个团回防卢定撤桥板 于是老蒋的命令被打三折 再打对折 直接给干到一折半 团长李泉山第四次转包 他见天色已晚 不想连夜走山路 就先派了一个牌 先机赶赴卢定撤桥板 自己带着全团慢吞吞的出发 到了这里已经不是打折了 而是打骨折 一个军直接转包成了一个牌 刘文辉堪称包骨头祖师爷 这里更多的是双方角色和战斗意志的区别 我军知道自己不拼命就会完蛋 当时的刘文辉他不会知道这场战斗的历史意义 对他而言 卢定桥比消灭我军重要多了 那碗大度和尚就卢定桥这么一座桥 卢定桥是四川入藏的咽喉药导和军事药金 也是内地和藏军贸易往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命脉 对于刘文辉来说我军就是个过路的 他心里很清楚 兵强马重的中央军花了几年时间 讲了五次都搞不定 他这几万杂牌军能打赢啊 那就见鬼了 打是肯定打不赢的 全奸他想都不敢想 打又打不过赌又赌不住 巴不得早点把这几万个祖宗赶紧送出境 我军离开他地盘也就没他啥事了 他要是把桥一炸 我军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 如果就地化整为零钻进大山打游击 再给你整出个川西根据地来 他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老蒋的中央军跟过来和我军在川西交战 势必会把他寻求的一亩三分地打得稀巴烂 所以无论我军胜也好败也好 最大的输家只会是他刘文辉 从这一点来说 刘文辉的立场和刚刚把我军 李宋出境而松了一口气的云南王龙云是一模一样的 李全山命令全团出发之后没多久 只见对面大渡河畔也出现了一队 点真火把的人马赶了上来 他命令手下喊话 啥子不对呀 结果对方用标准的川西话回答 我们是24军第五旅21团的 是他是21团的没有错 但是其他人全是红24团的 这时的红4团已经一天一夜走了近200里山路 接连击溃川军三个营 全团战士一顿饭都没有吃 饿狠了就抓一把生命往嘴里脚 李全山一听对面是自己人顿时放心了 索性让全团停了下来 走了20例山路实在是太累了 他们要休息 历史永远记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清晨 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强行军 红4团在24小时的时间之内边打仗边行军 硬是在暴风周雨的山路中跑完了G120公里的路 抵达了卢定桥 卢定桥守军严重低估了我军的意志 只比红4团先到了一个晚上 当我军抵达卢定桥西时 守抢的敌人还来不及拆完桥上的全破桥板 但看着看一眼心境走一步腿称的卢定桥 守抢的川军觉得这个天险既富当官 万富莫开 就这几根铁锁 我军就是盒变的也过不来 但是啊 他们怎么也不想到 我军是孙悟空变的 踩着金斗云来了 到了下午 我军其他部队陆续赶到 这是关系整个生死存亡的一战 我军集合进白艇轻重机枪 以对敌的绝对火力优势 让22名战士边扑桥边向对面的敌军发起冲击 子弹打得跟泼水一样 对面的川军彻底杀杀了 怎么火力这么猛 同样被杀杀的还有李全山 他慌忙打电话给旅长袁国瑞请求增援 可电话里却传来密的枪炮声和爆炸声 袁国瑞气急巴巴的说 我这里也打起来了 随即就挂的电话 原来刘帅和聂帅指挥的右纵队已经赶到 从袁国瑞的背后端掉了他的旅部 李全山不傻 他挂了电话之后就开溜了 留下了一个营长并要求他死守 可营长也不傻呀 团长前脚走他后脚就跟上了 把死守的任务交给了一个连长 连长彻底懵了 助我哪边助啊 边打边撤吧 一王悲剧地却是我军胜利场 第二天的朝阳高高升起 照着大渡河两岸一片紫气红光 最后我用李德正的七律长征 来结束咱们今天的课程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直等闲 武林位移腾系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雅暖 大渡侨恒且所寒 更喜民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 尽开言 也许 加入军地